一名72歲女士因為細關節退化疼痛半年 爬樓梯 劍走都無力 後續經由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及小針刀的中西醫整合治療 狀況好轉 甚至都可以趕公車 是痛 痛的是走路的 走不動 要爬樓梯爬樓梯爬不動 就要拿那個拐杖 那個衣傘拐杖這樣走 這樣爬 開始就是去建築 建築走得太久 後來就到西岩那邊找我手刮 他說那個膝蓋退化 我就沒有 以前說要做那個 換那個膝蓋 我就說怕怕 後來介紹去看蔡醫師那邊 蔡醫師就建議說來做POP 還有那個小針刀 做了兩三次就好了 現在走路都爬樓梯就很好爬 走路就很快了 都不會 像是看到要坐公車了 趕快十幾秒都不敢跑過去 現在15秒趕快跑過去 可以 快步都走這樣子 中醫師公會強調某些疾病如筋膜炎 五十肩 脊椎病 細關節炎等 西醫治療最後可能手術 風險高且有嚴重的併發症 若能加上中醫介入療法 如小針刀和浮針 可以提供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西整合治療可以相輔相成 標本監治 116年我們台灣將近有290萬的疼痛病犯 那這個市場是非常的大 而且這些疼痛的症狀除了現今的醫療體系以外 其實中醫在這個方面的治療是發揮得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個技術 而且在我們使用針刀 以及伏針 對肌筋膜方面結合的來治療 我可以講一句話 比吃止痛藥有效 而且在這個治療當中 針對性 我們常講 我們在台灣的病犯 針對性在疼痛最常見的是什麼 第一個 頸椎 頸胸椎 以及肩膀 我們一般常見到的是什麼 五十肩 沾臉 手擠不起來 那女生很可憐 你要梳頭髮 那個手都拿不起來 那在我們幾個專家裡面 這個就是什麼 小和科 我們講的 就是小case 那最大的進入到什麼階段 椎間盤突出 腰椎受損 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勤奮的民族 大家非常的努力工作 而且上班族做的時間長 這個腰部的疾病也特別的多 那這些椎間盤 早期我們怎麼辦 一定是到醫院裡面去 除了開刀 沒有第二條路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在針刀的領域 配合服針的治療 我想這些 為國家省下很多的這個所謂的健保的 醫療金會 也就是省掉我們很多的一個資源 所以今天 工會就特地地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也來舉辦了一個所謂 針刀以服針的一個課程 希望能照顧更廣眾的民眾 也讓我們的醫療體系 讓所有的社會大眾能夠看見中醫 讓中醫發揮最好的 照顧民眾健康的守護 針刀醫學會理事長黃靖軒介紹 小針刀療法於1976年 中國南京朱翰張教授所發明 至今已經45年 小針刀是將中國傳統醫學的針灸 針 和現代醫學的手術刀 結合為一體的新醫療工具 那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中醫界一般認為 針灸分為現代的針灸學派 跟維針學派 還有傳統的針灸學派 這個是在這本書 在研究驗經 《中國針灸思想史》張術劍寫在裡面 從傳統的這個好針 細細的好針 改變成這個刀 一般患者聽到說 你有刀 又沒有打麻醉 你中醫這樣OK嗎 事實上這個刀是取它的形態 事實上它還是以針的方式 進入人的身體在做治療的 那它治療的理念 從傳統的這個刺激穴位的這個針灸的治療方式 它已經改變成切割跟鬆結損傷的軟組織 所以它已經不再只是 我按壓一下穴位 然後我刺激一下你哪個部分 沒有 它也會在這個局部做鬆結 除了原來傳統的針灸效果以外 它還會在局部做一些物理性的鬆結 針刀的操作 標準化 比如說我們做超音波來導引 然後做研究可以讓這個深度切割到哪裡 切割及迷你 這個會讓這個針刀的使用更加的規範化 所以它針刀在使用的時候 它事實上可以把它當作針刺 我刺下去的時候 它一樣會有針灸的酸脹感 一樣有針感 那當它這個刃面開始轉動的時候 開始在上面做點刺切割的時候 它就瞬間變成手術刀在鬆解這些 那個沾黏的筋膜或軟組織 那常有那個記者朋友或學生問我說 欸 老師你這個針刀 大概下面真的會把東西切斷嘛 事實上它切不斷 大家有撕過那個膠帶的經驗吧 那個膠帶如果你前面上面 撕了一個小的口子 然後在撕的時候是不是很順暢 針刀大概就起到這樣的作用 根據統計 全世界有15億人有慢性疼痛的困擾 其中又以監禁下背部最常見 台灣追尖盤突出會被痛 患者每年手術治療有290萬人 中醫師提出小針到浮針搭配西醫治療 盼患者未來不用只能以來開刀喔 記者問郡臺北報導 記者問郡臺北報導 1 2 3 3 4